天氣真好,出發去台中囉! 每次出門,我都很喜歡看藍天白雲, 感覺心情很治愈。 先坐機捷去高鐵站。 看後面的風景,真的好美! 忍不住要拍一下。 嘿嘿我的第一張台灣高鐵票。 你好!大家好,我是Mio,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已經來到了台中, 雖然我現在是坐在車子裡面, 但是呢,早上我們是先坐捷運, 然後再坐高鐵來到了台中。 在我的身後那一塊就是今天台中國際加盟站。 剛剛我也進去逛了一會兒, 沒有逛太久,太累了。 我就發現呢,其實還是有蠻多不同的。 我先從我早上做那個機捷開始分享吧。 今天早上我們去做機捷的時候, 我就看它那個上面不是有指示牌嗎? 我也就做過兩次機捷。 第一次沒有時間去看, 然後第二次稍微有時間去看了一下那個指示站牌。 就是我在想看看台灣捷運它那上面的指示路牌是不是和大陸是一樣的。 結果我就發現真的不一樣。 台灣捷運兩邊列車它那個上面不是有一條標識嗎? 就是會告訴你,你在哪個站? 然後它的前面是什麼站? 後面是什麼站? 終點是什麼站? 過程是哪些站,對不對? 對,但是呢,它是因為有兩邊車的嘛,一個左邊車,一個右邊車。 一輛車是往前行駛的,一輛車是往後行駛的。 那麼,第一次在台灣坐地鐵的人要怎麼去區分呢? 我當時在那裡就是足足研究了好幾分鐘。 就是因為我發現,不管是行駛方向是去還是來,它那個上面那一條都一模一樣。 但是在大陸的地鐵呢,它那上面的指示是這個樣子的。 就假如你在某一個站,然後你那個站也是灰色的,在你這個站之前的所有站台就已經過掉的是不會經過的,所有也全都是灰色的。 然後你要去的方向的所有的站,它都是亮的,反之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所以呢,你只要知道你要去的目的地是哪個地方,你就看一下左右兩邊,哪邊亮,就往哪邊走就對了。 但是在台灣的捷運,它兩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當時就在想怎麼區分呢?我到底是坐這一邊還是坐那邊呢? 研究了好幾分鐘之後呢,我就看見站台上面有一個顯示器。 顯示器它上面那輛車來的時候,它會有告訴你,是一號車還是二號車? 一號車是往哪個方向?二號車是往哪個方向? 所以你要區分的話,你可能就是還得看那個顯示器。 在這一點,我還是會覺得大陸的地鐵,它這個標識能夠讓你更快速的去找到你要坐哪一邊的車,沒那麼容易混亂,還是蠻簡單的。 接著我們就到了高鐵站,坐高鐵來台中。 我才知道,坐高鐵是不可以刷悠遊卡的。 在這裡我真的要跨一跨台灣的高鐵。 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高鐵,它的設備,它的比例,都是那樣子設計的。 但是我這一次坐的這輛車呢,我覺得非常的舒適。 因為它的前後長度,就是寬度嘛,會比較寬敞。 剛開始坐下的時候還沒發現。 然後我是怎麼注意到這件事情的呢? 因為這一次高鐵,我的座位是靠著走道嘛,就會有人要上下車,要路過我。 沒想到我這麼高一個人,我坐在那裏腿這麼長的一個人,人家路過我這樣過,我都完全不需要讓的。 都有這麼這麼長,就是,就是,哎,怎麼比一下給大家。 哎,反正你們知道,台灣人,你們坐過高鐵都知道,也不用我多說了。 反正那個寬度就是完全夠一個人可以正常走,都不需要你去特意的去避浪什麼的,就是空間完全足夠。 然後我就發現,哎,竟然寬敞這麼多耶。在大陸坐高鐵的話,如果有人要路過的話,你是必須得讓的。 因為你就是,像我這樣坐,我前面的膝蓋就差不多可以碰到前面的椅背了。 更別提,在腳下還要放個行李箱。 你看我拍的這個,另外一個小姐姐,她那個行李箱放在前面,完全夠,那個腳都不需要彎曲著坐,就是正常的坐。 她的空間都完全夠,放一個行李箱。 大陸高鐵,車廂裡面那個距離,你放一個最小行李箱,20寸的行李箱,你坐你的腿,可能都伸不太直,都要稍微彎曲一點。 哎,那個小姐姐行李箱應該大概有個26寸吧,嗯,大概26寸哦。 26寸行李箱都完全OK,我覺得28寸其實也可以放。 所以我對台灣高鐵的這個體驗,我真的覺得舒適度啊,還有寬度啊,還有各方面,我覺得都挺好的。 NICE! 接著,就是下車,打車,直接來到這個加盟展啦,這一次來這個加盟展呢,也是發現了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這一次的加盟展一進去,它就像一個大倉庫,真的很像,對不對?一進去就像一個大倉庫,對。 它裡面啊,就還沒有進到完全裡面的時候,它的外觀確實也是嘛,就是大倉庫,大廠子的那種。 倉庫啊。 嗯,我就在想,它沒有做這個展館之前,這是不是其實就是一個倉庫。 然後我們一進去,從入口一進去,左邊第一間就是發發購。 我老公還跑來向我炫耀,他說這一次在台中第三天的時候,就已經破了第一次在台北辦展全4天的記錄,訂單額記錄。 第三天就已經突破了4000萬了,是整個展場,全展場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業,嗯,就是經過不斷的宣傳啊,讓更多人知道,也讓更多人接受,大家也能夠更加的了解這個品牌,更加的了解綠能。 我老公還跟我說,上一次發發購和大同簽約登上了好幾家新聞, 好像有五六家吧,他就在那補停給我看,然後還拍了一個第三天破4000萬的一個宣傳片,大家欣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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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湖 麻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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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这一次在里面逛了一圈 我肯定是要找吃的嘛 里面有一个老板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他说你们家不家忙都没有关系 但是来了展场逛了 有试吃那一定要试吃 一定要开心嘛 然后我就说 老板我太喜欢说这句话了 nice 哎 举的手累了 换个方向 当然这一次也要很感谢 在这里面所有店家 他们愿意做试吃 并且给我试吃了的 我看到这一次竹节里面又推出了一个新品 就是烤肉 哦 你们这叫烧肉 我们会叫烤肉 今天又全部试吃了一遍 他的石头锅 他的奶香锅 然后酸菜鱼 然后他的烧肉 这四个我又都试吃了一遍 我在等他那个烧肉烧好的时候呢 我还和店员聊天 我说你们就是做这个试吃 每天这么多人来吃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累或者有点厌烦啊 他说不会啊 我们就是做给你们吃的呀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啊 然后喜欢啊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那我能多吃一点吗 他说可以可以 你吃吧 然后我就很开心 就把每一个都尝了一遍 本来的话 可能我也就吃那么两样 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了 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深情的邀请了 对吧 我就勉为其难了 我觉得台中的酸菜鱼哦 这一次现场这个展馆里面做的更麻 花椒的味道更足 然后台北的就没有这么麻这么辣 这边的味道 麻辣的味道啊 都会更重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好吃的 就经过我嘴巴的认证 真的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看竹坚 你们回报我 你们在展馆回报我 你看我就回报你们 下次如果 如果我来了 或者你们哪个店员 就有缘分看见我的影片 再让我多吃一点 我们接下来有时间的话 还要去吃一个东西 听说是特别有名的 公园眼科 当时蓝姐说 要去公园眼科吃东西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 公园 公园旁边有一家店 它是一个眼科 是一个医院 是一个诊所 我说为什么一个眼科诊所 会有吃的 我的天哪 然后蓝姐说 这一家店是吃冰淇淋的 百思不得其解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公园眼科等着我 终于找到了 原来公园是这个公园 我还以为是那个公园 这么多人排队的吗 这个名字取得也挺有意思的 思念总在分手后 原来是点完了球 之后来这里选饼干 一个球可以选一个 成品 加了这些 真很可爱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回到展场 接我老公 我们要一起去吃饭了 今天的行程到此结束 拍一个全家服 是吗 满足吗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大家拜拜喽 拜拜 喜欢就支持一下呗